10月3日凌晨,一艘陽光直預船 月陽西雨39588在台山海域失亂 經過緊急救援 截至3日18時 船上13人中已有12人獲救 生命體征均平穩 仍有一人失亂 目前首架行動仍在進行 3日16時30分 南海救助局救助船南海救204 緩緩地駛向廣東國華月電台山發電有項公司碼頭 記者在現場見到 在工作人員的參符下 6名獲救漁民走出船艙陸續上岸 江門市委副書記、市長劉毅 現場指揮救援工作 採取一人一台救護車 一個醫療小組救治方案進行對接 漁民經醫護人員檢查後 轉運至台山市人民醫院進行下一步救治 此前已有6名獲救漁民 由救助直升機送至珠海 並轉運至江門市中心醫院 進行檢查救治 公民聽黨給你報告 這個12個人呢 目前是非常的安全 有6個已經送到江門的中心醫院 小松藏屋已經在那邊接上了 剩下6個剛也送上了車 準備拉到這個台山人民醫院 你放心 現在看起來這12個人身體都挺好的 現在我們剩下全力收救 剩下的一位漁民 據了解 2號晚上22時左右 陽光直漁船、越陽西漁、39588船員 和岸上家屬聯繫 表示船舶進水傾斜 漁船有沉滅危險 無奈 船舶失去聯繫 失聯地點為台山市烏珠州以南約8公里海域 家屬第一時間向有關部門求助 接報後 國家交通運輸部高度重視 部領導及時作出部署 要求加大協調力度 全力搜救失蹤人員 急時發布航行警告、科學施救 防止發生次生災害 廣東省應急管理廳 廣東省搜救中心 江門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 協調各方力量在現場開展大規模搜尋工作 江門市委書記林應武第一時間作出批示 江門市委副書記市長劉毅 江門市領導黃祥青迅速趕赴台山 成立現場救援指揮部 對現場救援工作進行指揮 江門市農業農村應急、海市、海警等部門負責同志 和台山市領導亦趕赴現場參加救援工作 3日早上10時 駐海軍艦艦艇在川島附近水域 發現落水漁民呼舊、迅速救援 成功救起了12名漁民 被進入的12名船員失明提升評審 直至3日18時 遇險船舶駁於陽西域39588 仍處於失聯狀態 現場搜尋船舶未發現遇險船舶 仍有一名漁民失聯 目前搜救行動仍在繼續 各方組織各類搜救船隻超過100艘 並將根據天氣、水民、潮水等情況 預測失聯漁民有可能飄渡的方向 進行進一步搜救工作 我們只要有疑似希望 絕不放棄 這個根據我們這個天氣、水民、潮水的情況 預測我們這個現在的 那個有可能的這個失蹤者、失聯者 這個飄渝的一個方向 那我們就說在我們救起12名船員那個位置 這個往西、偏南的方向 那現在我們還是保留我們這個9艘公務船 還有這個6艘的過往西匯的商船 還有我們這個漁船 航設在我們現場 按照我們這個範圍來組織這個搜救 本台記者報導